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且它这里面都有很多的练习的这些素材 都一样都有提供给大家 那这堂课大概两个小时吧 那你如果看完呢 基本上就对很多QGIS基本的东西有一些了解 后面我就是直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QGIS的东西 直接使用就是不是像这个一臂 就一开始就慢慢的介绍 花了两个小时才了解 我就直接开给大家看 那一开始开给大家看 基本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把这个东西下载 把它解开 你就会得到一个目录 那我现在要展示的就是你在这个目录上 我先开启 我先做一个关闭的动作 就是你你会拿到一个目录 那这个目录呢 这个目录呢 等于当你上去把QGIS下载下来安装完 你就会有一个QGIS的这个软体 那我这个在Mac上 在Windows上应该也是很类似的东西 你可以按这个专案 然后这里开启 然后开启你就去找那个你刚才那个解开来的目录 那解开来的目录里面大概都会长类似这个样子 你去找一个就是流域情报开放地图点QPS QPS就是QGIS的这种专难档 你把它打开 那这个东西因为还有点大 所以打开可能大概花个一二十秒的时间 就稍微等它一下 那这个东西就是QGIS整个的软体 那它基本上就是我们称为叫做一个QGIS的软体 就是可以处理地理资讯系统的一个软体 那个刚才一开始讲过这个整个东西是免费的 更重要它还是Open Source的 所以它的很多资源程式嘛 所有东西都是分享的 也就是它能够产生一个开放的社群 然后它会进展很快 所以像我这个版本还是很旧的 比方说是零点看一下 我这版本很旧的零点 这个是多少 三点十六的 现在都已经三点二十几了 所以 好 这打开来玩 最左边我们称为这些就是很多 这些目录很多是土层的 好 比方说这个关掉 那后面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 Google Map 那你比方说你把这个关掉 这个是卫星的 这个底图有非常多种底图可以让你选 有非常多的底图可以选 那这都还是可以切换 那像刚才这种东西 这种叫做 我们在讲这每一个都我们称为一个图层 这个图层里面你可以开开关关 就是可以做开关做跌图 好 那我们就先从 好 这个是空白的地图 好 那比方说我们先来说 好 那我想要知道 我想要知道 县市 这个镇埔台湾资料有一个县市 那好 乡镇 你可以看到这个所有的乡镇的位置 都 都画出来 两座这是新竹县 新竹市在这里 分成东区北区 江山区 每一个的位置在这里都有 好 好 好 那甚至 这个还是 乡镇 那到Village 就是 村里 更细 新竹就有很多的村里 那来给大家看一下 比方说这个村里都没有显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村里是什么 它这里按右键 然后你这里可以有Property 这个Property 应该说先给大家看一下 比方说村里好了 你这里看这个开放属性表格 这个QGIS 它有这些可以改成中文界面 也有英文界面 所以看起来你的不太一样 可能是中英文可以切换一下 好 比方说这个乡镇 乡镇 它会写说它是哪一个县市 哪一个乡 哪一个村里 那这上面其实都有栏位名称 跟一些相关的字 所以你看 台湾有7966个村里 7966个村里 那我们有多少个乡镇呢 我们就现在有368个乡镇 好 比方说刚才的这个村里 我想那那显示个字出来 你就可以在这里 这个就是显示字的这个图示 然后我可以我就显示一个字 那我想要用的是村里的名字 村里的中文名字 我要用村里的中文名字 用这个字型 这个颜色 大概的这种这种形态 把字 显示出来 我们就OK 你可以看到 这个每一个 每一个这个 就是村里的字名字就出来了 那这看起来看起来 这个字好像有点太小 看不看 看不到 看不到呢 那我们 我们是把它放大一点 这个等一下这个写个20的话 它就爆大 非常大 爆大 20 超大 就这么大 好 那 诶 这样子我有 我有它的名字了 然后 可是这个 感觉起来就是 很混杂 就是都只有一个颜色 那能不能改一下它的颜色呢 好 好 那我希望改颜色的东西在这里 这个 你可以 单一符号 我们可以用 它有各式各样的改法 那比方说我们这次用类别的改法 那我希望的是 就是 根据 每一个箱好了 每一个县市 每一个箱 每一个箱都给它一种颜色 你可以看到这么多的箱 然后 每一个箱给它一个颜色 你就可以看到 每一个村里 每一个箱镇里面有多少 多少的那个里 那看起来就会这样子 就是 五彩缤纷 都可以调啦 美感比较好 就调出来比较漂亮 要不然它就有现成的 就现成这样 刚才这个字 你看这个 看起来现在字就太大了 那你可以 这里面可以调整 刚才这个字 不要那么大 回到原来的 然后它这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那我在这里面不详细介绍 就只是让大家说你可以改字 你可以改它的这个后面的图案 然后 这基本上最主要就是这两种形态 当然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但最常用的就是这个 那 学习QGIS 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不要贪多 就是 简单的东西先熟悉一下 你就 日子就会觉得还可以 不要 不要 因为它这里面功能非常非常非常多 你只要每一个东西都想要详细的都 了解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呢 它非常庞大 你要学得非常的久 那 那如果其实挫折感其实蛮大的 就是 可以改个字 可以改个图 基本上就蛮好的 那你 你这个地方就是 比方说你要使用的时候 这个东西把它截图下来 就 就 就很好了 好 那这个东西刚才限制相证 好 那 这里 再把它关掉 这里有一个叫做DEM DEM是一种就是高层 就是比方说这个比较白的地方的 位置就比较高 啊 这里有一个这种I的图示就是可以看 比方说 这里的高层 就是比方说我刚才随便点的这个位置 好 好 在新竹苗栗 好 然后 这个是我刚才弄的弄错 应该点在这里 好 比方说 这个是查看它的资料了 那比方说这里现在是高层 你点在 像我刚才还在这个Country的地方 刚才是选在这里 所以你点下去呢 就是 它就是 你就得到那里的资料 啊 你如果这个是高层 你点下去呢 你就得到它的 好 高层其实就是海拔啦 你看我随便这个点下去 这个就在 刚才点的那个点 就是2,255 所以光这里你就知道 全台湾任何一个点 它的在海拔的高度 这个就是 这就是这种团体厉害的地方 好 那刚才这里面 还只有讲到基本图资里面的 县市乡镇 然后村里 高层 那 这是 一开始 基本基本图资的部分 好 那我们这主要都是讲 跟水温 水温有关系的嘛 所以再开始讲到流域了 那这流域比方说 好 我们先看 这里的流域 好 那 你看 这个就是全台湾的一些主要的流域 那你可以看 比方说新竹投尖溪流域在这里 淡水河流域在这里 你自己家附近的流域 就可以 就可以 简单的看到 好 好 那这次流域 然后呢 比方说那河在哪里 这里 比方说你把这个 河川面 这个比较大 所以稍微慢一点 它会把 河川的东西都把它显示上去 你看 这里河川就会显示上去 好 好 等它跑底下 这个因为比较大 所以比较慢 好 那比方说这个河川你多点一下 这个位置 它就会看 这条 这一条 是头前膝 那当然会有河川代码 什么 名称 这个是 河川 好 然后 其他的比较细 我就暂时不讲 所以你会知道河川 刚还会知道流域范围 好 这个比较大 我先把它关起来 好了 然后你如果想要知道 比方说你想要知道水库 水库在哪里 应该说水库的蓄水 这个是现在是水库 这个是水库的蓄水范围 比方说这个是石门水库 这石门水库这些地方 水 等于是石门水库的水在哪里 好 好 那那几水区呢 就是比方说哪边雨下下去呢 会流到这个水库里 这个就是这里 整个就是石门水库 这地方下雨 就会进到这个石门水库里面去 好 好 那 我们再看 比方说水质水量保护区在哪里 就是要 就是水质水量保护区 好 大家 这个是 头衔锡吧 头衔锡的水质水量保护区 好 灌掉 好 这是另外一种地图 这是地形图 如果你对水 就是比较专业一点 你可能会关心核酸断面 这是核酸断面的位置 核酸断面就是核 核到底在哪里 你要看它可以有多宽 这就是核酸断面 好 这个是一些核的相关东西 然后我们都往下看 往下看 刚才是讲的是 有点像是流域设施 防灾 防灾我们可以看就是浅施溪流 这个是浅施溪流 在月在山上的地方 就是浅施溪流的意思就是泥水 平常的时候它可能是干的 就是当大雨来的时候 它就变成河了 这个它就是到大雨才有的核 这个就是浅施溪流 好 那关于生态的部分 生态的部分 你可能比方说 生态的部分 比方说 国家重要施地 跑到哪去了 国家重要施地 或者说什么 红批书 就是 有一些重要被危害的地区 植物分布 动物分布 这些 基本上都是有相关资料 有兴趣都可以看 好 那我们这里再讲一下 就是说 这些有一些议题 有一些议题的图层都在这边 比方说从 TBN TBN 下载下来的东西 会录起来这样 刚才讲的个人版禁锡 有一些 我也把我自己做的东西也放进来 那关于这个 它里面有分一些流域 比方说头弦锡流域 修果然锡流域 比方说它这个 在头弦锡流域 你看这个直接把它打开 它就是告诉你头弦锡流域在哪里 它里面那些重要点位 什么 测站 基本上都会 都有摆 那这里还有一个单位 比方说 环保署好了 环保署这边 这环保署这边 这边 单位 农委会先不开 环保署 像这里就是核川寻守队 核川寻守队寻守的路径 就在这里 那跟不同 比方说环保署的东西在这里 农委会有一些 农委会 比如说 国土绿网关注区 国土绿网关注区在哪里 然后什么里山地井 或者是土石流影响 这林班地在哪里 这都有非常多的资料 好 好 这基本上 刚才要介绍的是 情报地图 什么 开起来就好 就实际上 你只是刚才这个打开 就是做一些简单的 开关的动作 就可以在各个图层上 做一些切换 然后刚才也有介绍一个 就是比方说你在使用上 可以稍微改一下它的字 开始找到它的图式 那这个就是 我觉得这样子用起来 就会 马上就可以用到很多资料 然后因为你有很多资料里面 稍微改一点点东西 就不会让整件事的学习来的很困难 那这个就是 我想跟大家讲的 就是一个 流域情报开放地图 那这个流域情报开放地图 它一样是有投影片的 然后有它的文件 那再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 它就跟QGIS里面一样 就是我习惯都会把它的图层列表 摆出来 所以你在还没打开它之前 其实你就可以稍微看一下 甚至你打开了 有的时候你还找不到它 你也可以在这个表格上来看一下 好 这个是流域情报地图 好 接下来我们这边要讲的是 QGIS上攻走一次 就是说你 你现在你有 嗯 你大概知道怎么怎么开关图层 然后有一包整个打开来好 可是那我去政府开放资料 拿了一点 拿一些来 我能用自己的东西放进去吗 这段重点就是 要让自己 大家能够把下载下来的东西放进去 好 那通常 大部分的资料还是CSV格式的 所以我这里介绍的一个东西就是 CSV 上攻走一次的流程 好 好 那 简单来讲 你需要先找一个采访资料 我们这里的范例资料 就是 我们范例资料是 台北市的饮水基地图 那 这里 就是刚才也得类似找 但是是这一笔 那这一笔是 它一样是有经纬度的 好 这个地方我们把它下载下来 好 那在课程上 课程里面 它也会附一个目录 那这个地方 它也 这个档案它也会附进去 所以 你 不会下载它干嘛 它也可以从现有的来 好 我们这里要 做的是 我怎么把这个东西 放到QGIS里面 然后就 来做 显示 好 那 那 我直接来 直接做一次给大家看 好 那刚才这边都是线程 你可以开个新的 也可以在继续的这边用 假设这里的测试 我们就来测试一下 在图层这边 你可以加入图层 那图层有很多种方式的图层 我们要加的叫做delimited text layer 简单讲就是csd 我就把它点下去 好 点下去之后呢 左边都不用动 你就要先找到你的档案在哪里 好 那你的档案呢 在 那 流水 我们会有一个 你下载 我们的档案库里面 就是流水前这个目录 里面就有这个档案 你也可以自己下载下来 那应该就是这个档案 你把它打开 打开进来呢 一般来讲 你一开始预设 会比较像是 这个栏位 你一开始的情况 比较会像这样 你会看到 哦 哇 你会看到这里是乱码 那这一开始 最重要就是因为它这里 一开始最重要是因为它 编码是 是不对的 那编码基本上 就大概就两种 UTA8跟BIGFI 这基本上很常见 那你如果把它选到BIGFI 这里就会看得出来 这就是正常的栏位 好 然后 你 你会进来你想要有一个 什么样的图层名称 这可以给它 用预设的就可以了 因为这里有地理资料 地理资料它有不同的形态 可以选 这是点嘛 那你要知道 比方说它的经纬度 X是经度 Y是纬度 给它选对 好 基本上你如果照这样选对呢 你加入 你就会加入了一个图层 就是 这里 有一个图层叫指引台 那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比方说 它跑到视窗外面 那你这个时候按右键 你就缩放到图层范围 你看它就会缩放到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稍微看一下 就是 然后这个 那每一个到底有什么呢 一开始 通常我们要看到 会进来的东西有什么 就是先看属性表格 你就可以看到 南区 台北市 这什么东西 这什么机关捷运的地方 那有一个 反正就有一个饮水机 那它的电话 什么什么 经纬度在哪里 后面有些相关的资讯 那比方说 这一颗到底是什么 就引用到这个I这个东西 好 那你随便点下去 好一点 这个位置 在什么 大龙街 哈密街的交叉口 那这个带来号 是什么 你现在是正常的 然后这样 这样 这样子 好 那 好我们现在会进来了 但是就跟刚才那个一样 你可能觉得 这个 有点太小 点都点不到 还是想要干嘛 那比方说 我们想要做点图 再做一个示范 比方说 这里有一个长所别 机关捷运公园 好 那我想要只看公园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些 只看公园的这些饮水机 要怎么做呢 好 当然这里会有一些filter 但是 但是我们要做的是 我们先做图 好 我想要让它 比方说 这个图稍微小一点 大颗一点 好 每次都是这样 大颗一点 好 那每一个饮水机我想起码给我一个什么名称吗 不是 饮水机编号好了 好 我起码知道这个饮水机编号在哪里 好 那我想要知道 刚才讲了 我想要知道的是 类别 我想要知道 这个 场所别 然后分类 公园 捷运 这样 OK 你就看大颗了一点 公园的就是 公园的就是红色的 捷运的就是 绿色的 那我们看看 公园里面 公园里面 有哪些饮水机 我们都把它全关掉 这些就是 公园里面的饮水机的位置 就是你看你可以自己开开关关吗 我不要 我要捷运的 你看这当然就在捷运线上 好 那哪些是在学校里面的 就是 学校里面好少 好 那哪些是在 政府机关里面的 好 那 当然你可以把它全开了 好 这个最下面就是 有点像是其他 没有在这几个 好 其他的地方 好 这个就是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有点像是 台北的饮水机体图 好 你可以做一个 类似像这样的东西 好 那你可以 有的时候在使用上 我常常就只是 截个图 就可以开始用 好 这是最简单的 好 这个东西 我来看看 好 所以 这个就是 汇录的那个画面 然后 汇完就跟刚才看到一样 汇完的东西 就是这个样的截图 你看我们习惯上 就是截个图 就很好用 好 好 那这个引导的部分呢 要给大家 稍微休息一下 思考一下 你有一个这样的工具的 你可以很多图层 有资料 开开关关 自己要绘的东西 也有点能力 可以绘进来的 那你有一个这样的工具 那你也很有丰富的流域资料 你有没有想到之前以前有什么感兴趣的主题 或者是疑问 你可以再回想一下 制造一下 好 那 你去找开放资料 好 现在在荧幕上会 你还看到一些地图了 但是我如果真的想要做的一张 比较像我们外面看到的 这整张的这种地图 我有可能自己做得出来吗 好 这个大家可以持续一下 好 这是作业 第二个作业是这样 找一笔CSV地理资料 汇入QGIS 好像我刚才已经展示过了 你自己找了一笔汇入 那 那 这个作业是你要自己另外再去找一笔 那另外找一笔 然后 来 汇入 那跟我做的步骤会很接近 但是重点就是自己练习一下 那 那 这里的建议会是像刚才一样 你自己下载整包留意情报地图 开起来之后 然后再汇入一笔 那 不见得要新一笔 那 我的意思说 不见得要新的一个QGIS的专栏 那你也可以用新的QGIS专栏 那这里的建议是你用旧的 这样子比较丰富 那简单做一下调整 那这个作业也可以是在工作旁做 那大概预计的时间大概20分钟 好 后面我们这边要进行的是情报地图的制作 好 好 这里情报地图 我先说明一下 就是刚才我们在画面上呢 做的东西都是 画面可以动动可以开开关关 很动态查询 好 但有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在自己的专案里面 或者自己的投影片 还是我们想要印出来一张 就是跟好像在外面买得到的那种地图 那我们有办法做吗 那这就是情报地图 就是这样做一个 简单讲就是做一个实体地图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最后要汇出PDF 你要做一个PDF 那这是一个内容 那我就直接用展示的方式来给大家进行 就是情报地图的展示 在这个专案里面 你会有一个叫做Layout Manager 你把它打开来 那你如果是从情报地图里面打开来 你会看到这几个东西 那你如果是一个新的专案 你里面就会是空的 那我来给大家就是开一个范例 你可以随便点两下或者是显示 比方说这个是一个范例 这个点两下之后呢 它就是先开一个既有的这个情报 那给一点点时间给它一下 好那你可以看到 这里是一张地图 那它一开始这里 它现在在Rendering 反正就是把资料载入 那你可以看到 这地图上已经 已经是头前溪了 那这里上面有写 它是头前溪流域内共26条区域市区排水 有点但是流域内的排水 好那你可以看到 这看到的是 这个是主题 那我们看到一张地图 地图旁边是有那个 有经纬度的 然后地图也有一个直北针 表示这个是直北的 然后这上面会有很多的东西嘛 这会有土力 这上面土力会讲 那水库在哪里 抽水机什么 抽水站什么东西在哪 这是土力 旁边有一些说明 有一些一些说明栏尾 那 这里是 哎打开来 就有一张这个 那 那 我们如果可以在这里 就直接汇出PDF 那你就 你这里按汇出 确认 好 好这里就 汇出 那这里都不管 好 好 这个就是 开一个既有的 既有的 这个 地图 然后呢 把它汇出成PDF 我们先就是操作一下 就是如果已经有一个 人家已经给你一张 这种 这种实体 就是我们叫 名称就叫情报地图 就是 又给你一个情报地图 那 你可以汇出 好 我们来看一下PDF 汇出来的就是一个这样子 那就跟其他跟你看到的是一样啦 只不过它就可以印出来 印得漂漂亮亮的这样子 好 这就是一个汇出的动作 那 把它关掉 好 那现在的重点是 那我可以做一个自己的吗 好 那我们现在的 的 范例 就是 你可以这样子 预设 我们的习惯是这样的 你可以找一个 你可以从头开始建 做一个 新的 没关系 但是我比较建议大家 就是第一开始练习的时候 先找一个旧的来改 好 这样子 问题比较少 而且产出比较快 好 那我们的建议呢 就是这里 你会从这个预设范例里面 来 来 这样说 好了 我们会 好 这里可以从预设范例来打开 那你这里也可以就是 比方说你去指定 指定这边你可以选 我们在这个 专案里面的 开起来 会有一个情报 里面会有这个 一些范例 你可以在这里面做这种范例 意思是说 你可以找一个既有的范例 然后来改 那这里 这里只要按这个 Create 那这是一种方式 你按Create 就可以从这个范例来 那你也可以在这里 直接打开来改 但是建议上 应该是先复制一个 然后再来改 那我们来做这个好了 复制 我们复制一个 比如说 预设范例Copy 那现在预设范例Copy 好 那你看它 它开起来就是一个 预设的 好 那这个预设一开始 你会希望是说 我这个 改一下嘛 这个叫做 我们来做一个 好 银水机好了 这个叫银水机 台北银水机 这个叫台北银水机地图 好 好 好 那这里 意思是什么 这个东西 银水机地图 这个可以改 这个东西也可以改 好 议题说明这东西 都可以直接在这里面 就可以改 主要说明 那这个 这个是一个图 图你只要去选 那个图 就可以换上一个 新的图 好 那这里介绍一下 就是 这个地图 这个情报里面 有非常多的元件 这个都可以自己新增 就有点像是 PowerPoint的使用 所以其实蛮简单的 你可以加一个 地图 中间的这一块 这个东西叫做地图 刚才右下角 这个东西叫做图片 好 那每一个 这个银水机 这个东西 这个标签 好 图力 是左边这个东西 叫做图力 好 那 指北针 这个 指北针 这个叫做指北针 然后 Scarebar 是这个 这个就是 有点像比例尺 比例尺 在旁边 那你也可以看 就是很多 比方说 属性表格 刚才的一个范例里面 上面会有一个table 这就是属性表格 那你这个属性表格 哦 哦 这等一下可以稍微演示一下 你也可以用 表格里面也可以固定的 自己自己每一栏都自己打的 那就这么多东西都是可以使用的 好 那我们现在要做银水机地图 我们先 先存档好了 先把它 做一下存档 那因为要做银水机地图 它的观念是这样 你必须要先 比方说你要先在这个地图上 先做一个这个呈现 就是你先在这上面把大概的地图先都做的差不多 比方说这个公园啊 这样子啊 这个代号啊 我想要做一个大概这张图好了 等一下就想要做一张这样子这张图 好 那我们再把刚才那个东西开起来 好 刚才这个copy这里 你可以rename一下 这个就是台北银水机地图 台北银水机地图 好 再把它打开 好 哎 这个看起来这怎么都还是 不是银水机呢 这重点就在这 因为在这个 当然有的时候做完你外面的地图又改了 他不是天天都在改吗 所以当你这个做完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lock layer把它开起来 好 它就动 它就不会再动 那你把它关掉 它就会 它就会 回到那个 就会跟上面这边做同步 那你可以看到它同步的时候 它 连左边的这个图表图 图示也一起同步了 你刚才有用到google底图 然后你这个银水机基本资料 这个都是有的 那 好 重点在于你 它要移动了 你它的位置不太对 你想要改它一下 你这里可以做一下update 然后你也可以做一下interactive edit 好 对 这里 可以移动一下 放大一下 大概 大概在这个范围 好 假设是这个范围 台北银水基地图 图示 这样 这外面可以这些说明 你可能印出去的时候 给人家一个QR code 相关的一些东西 假设类似像这样 好 那这个东西大家做完 好 你就一样把它lock 好 那这个东西 你 好 我们现在存档 好 你把它关掉 你再把它打开一次 随机地图 好 这个东西就是刚才做的这个样子 好 那比方说你汇出啊什么 一样就是刚才那些动作 好 那你觉得想要加各自各样的东西 好 比方说你想要加一个刚才说的嘛 属性栏 你可以在这里比方说加一个属性栏 当然这有点太大了 太大里面 这里可以做一些栏位选择out 意思是 你也可以 假设这上面只有两三个点 那你做一个属性栏 那这就 这就很清楚啊 好 那 这个东西是 就是所谓的情报地图 好 这个是稍微说明一下哈 还是会建议大家是从那个 下载下来 因为它就有很多范例 template 你自己再来改 就问题就很少 要不然你就一个一个拉拉拉 感觉就很多东西要做 好 那 刚才展示的是 建立自己第一张情报地图 调整一些文字 调整内容 指北增 比例词 这些东西 绘图PDF 好 那 刚才肉讲的一个是情报交换 就是说 好 假设你做了这个东西 除了把PDF给别人以外 你其实呢 它也是可以做一些交换的 你做完一个东西 你想要跟别人交换 就是 简单说 刚才这里 实际上 就是 有点像是 另存 你把它另存template template 存成掉一个RPD档 存成RPD档 都给人家 人家打开的时候 他就会得到这些东西 那这个是一个交换 如果刚开始你学习 应该是比较用不到这个交换的东西 好 刚才讲的那一段 就是 就是让你可以自己做一张实体的地图 不只是可以在画面上点点点东西 那你就 这里的引导 就是请大家稍微 就是练习过了 然后稍微思考一下 你之前有没有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地图 或者说 比方说你在学校学的历史地理 有一些既有的地图 那你可能想要改 或者怎么样 或者想要做一个怎么样的地图 好 你有没有想到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地图 好 作业三 作业三就是根据钱包地图的图层 你可以做修改一下自己的钱包 其实刚才已经稍微展示一下 就是类似 那 比方说你可以做一样 里面 假设你可以开一个 原来开一个 一个情报 然后呢 它在头衔西流域 你把你加在蛋锤盒 那你就把它换到蛋锤盒去 改一下文字 好 好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些练习 就是很快的就是改出一个自己的 好 这个是作业三 好 最后一段 好 好 快结束了 那我们大概剩不到十分钟了 好 呃 这里要讲一下就是这个教材的延伸 好 我这边稍微要替大家总结一下 说 我们学了这两堂课 大概可以做些什么 好 那我想 呃 第一个是我们可以 好 我们可以 检查一下 就是我们可以 查一下政府有哪些开放资料 好 那你不见得很会查 但是你知道有个地方可以查 然后 想查的时候 花点时间 可能 好 运气好的话 就查得到自己要的 好 好 那 你大概会知道说 诶 你查了 要下载CSV 啊 下载一些什么样的格式 是你后面还可以延伸使用 要打得开的 啊 后面要怎么分析 大概有一下这样的概念 好 那你以前拿到 地理资讯 GIS 地理资讯的东西 你以前是没辙的 现在 现在呢 那你应该可以把它显示在地图上了 好 然后 你可以拿到很多的这个地图的资料 然后你还可以做一个整体的 呃 磁体的这种这种地图 然后 你应该知道这里呃 提供了很多包的这种资料 好 那你有兴趣可以一包一包都把它下载下来 把它打开 好 那看看里面有什么 好 那里面其实非常丰富了 那 你如果有那些东西 你在观察这些 水环境的东西 你就非常快 那你如果 没有打开那些包 那你自己再去查 你就会发现了 这真的是 要花很多的时间 那有一包就是 是非常贴心的事情 好 好 那 已经会了这些东西 好 那我们之后能拿来干嘛呢 我想这个 那这是为何而战啊 就是为什么要学会那些 那么那么多的东西 主要就是 假设你是自学高中的同学 那你当然 你有这些能力 你就可以很多的作业或者是专题 你就可以把它用上去 最主要是可以拿到很多政府的资料 然后留在地图上 你感觉就是炫 那你在自主学习的时候 其实有非常多的主题 都跟开放资料有关 都跟地图有关 都跟地图有关 这些东西你都可以拿来用 好 那对于一些老师来讲 那不只是这些内容 因为这个整个东西是开放的 这个文件是CC by name 你可以自由的使用和修改 好 然后呢 你这个东西有投影片 也就是释出的 然后也有影片 这后面会编修成的 你们看到现在就是影片 好 那你可以拿去现场教 同学自学 你也可以在课堂上 或者什么在一个社团活动上 还是在工作坊上 这边你用 就是拿去可以教 那我想这个部分 因为时间的关系 它并不是非常的 就是很仔细的讲一些水环境 然后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那我想最主要是说 你可以套在你的 假设你是教地理的 你可以用地理的方式教 教一些其他的主题的 可以把它用更多你相关的这些东西 可以再把它融入 把它变成比较更适合在教育现场上 那你也可以说 因为这个东西是自学课程 所以你其实可以给同学说 那你的同学你要先看完这两个小时的影片 然后大概做一点练习 然后你才开始讲你的课 你也可以用这种形态 那当然整堂课 它也是希望后面 谁都可以拿来 就是直接就是开成工作坊 那以哈巴的角度来讲 我这东西做释出了 就是希望大家能拿去用 你不用担心说 那这是哈巴的 那我拿去教 是不是侵害他的著作权 这没有 开放的就是这样 我开放给大家 就是希望大家拿出去用 好 那最后面再给大家一个就是 比方说 给大家一个 一些例子 比方说散布地图 这个东西就是散布地图的概念 有点像是你做一张地图 是里面都是记载一些 步道啊 或什么啊 哪边可以走啊 可以散布 这个在一些就是 对就是蛮有意思的 比方说这里散布地图 你可以自己做一些这样的类 这个不是做不出来的 就是你可以自己另外再做一个散布地图 那散布地图上面你可以弄一些历史 比方说 比方说路径在哪里 核在哪里 就是 比方说旁边的哪些吃的东西在哪里 让 假设这里面有一些历史文物啊 或者是 典故啦 都可以把它摆进去 那这个东西就是所谓散布地图的概念 那 个人行动 进西方案呢 这是我最 一开始有讲啊 这是我家旁边的 我家旁边的就是 的一个郡路 那我就把它弄一下 就是 所以 你想要去这个去进西 那你有这些地图 那地图上有很多的点位 点位在哪里 然后去做一些相关的这些事情 这种 也是一种形态 好 最后给大家一些参考资料 就是 这个就是刚才一开始讲的 有一堂课 那一堂课 这堂课是它的 这堂课是它的延伸课程 所以它原来的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面 那工作坊 临时小学校那个工作坊的连结在这里 那对于哈巴的投影片里面有任何 就是哈巴讲的 这一两两三年来讲过很多 讲过很多的主题 那里面刚才讲到有很多东西 在之前有很详细的讲过 那你可以在这个里面就是 每一次的演讲 都有它的投影片 或者有录影 就会有把录影连结都放进去 那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去 去了解 好我们这堂课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希望有机会再跟大家见面聊天 谢谢大家